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8月29号的宜蘭新闻 先首先要带你来看的是 老人家孝是因为疾病住院接受治疗 却在住院期间造成身体功能衰退 尤其是高龄病患 也因为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 老人住院失能的课题不能不重视 杨大夫一邀请到老人医学的专家 今天在郊西老爷酒店就举办了国际研讨会 找出问题看台湾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的 这场高龄住院患者健康照护国际研讨会 有一百多位医护人员报名参加 一起关心高龄社会的医疗问题 尤其是老人家因为疾病住院治疗 尽管治愈出院 但身体功能却逐渐衰退 而且根据统计 有75%的高龄住院病患 会产生住院失能的情形 是医疗界不得不关注的课题 那为什么要住院失能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健保制度 还有我们的医院里面的作业方面 都是针对急性疾病的处理 我们把急性疾病来治好 他就出院了 但是很多情况之下 因为他急性疾病 比如他跌倒骨折 什么状况 中风以后 他就变成比较不方便活动 长期或少 那么他骨折治好了 他就长期或少以后 他的肌肉就减少 他经过这些少 越来越少就越来越没力 将来要做轮椅 所以他这个生活品质 造成最大的影响 我们医院在罗院长领导以下 从去年前年开始 也做了一些作为 包括去年开始 迪性重风后 迪性重风后的复健 高强度高密度的复健 还有髋关节骨折以后 复健团队的介入 来有效来预防 他因为髋关节骨折 后来变成他失能 后来再住院再跌倒 变成要做轮椅的这个情况 国际研讨会由门诊评估 住院照护 出院复健三个不同阶段出发 还特别邀请到 日本长寿医疗研究中心 以及日本东京大学老年医学部的 教授专家来授课 了解日本的长者医疗 刚才日本学者提到的 主要是肌肉 骨骼肌肉的萎缩 这样子的问题在老年 他提供了几种可以改善的方法 但这个改善的方法 可能不是马上就有效 他的改善方法可能 至少要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以上才看得到说 开始有改善 所以这个在我们平常 就应该要来给我们的长者 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要push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鼓励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要补充营养 比如说蛋白质 比如说维汤密钉 另外提供说要有一些运动 这个运动 他比较积极的是每一个礼拜有三次 他要做两个小时的这种运动 包括走路 包括抗力的这种练习 他可以让他的肌肉力量增加 同时肌肉的整个的 肌肉的量也要增加 然后力气也能 那个功能也能维持 那很多像髋关节骨折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他往往就是会因为 你可能骨折好了 可是他因为他的疼痛 或是说他整个肌肉 比较没力气的 怎么状况 他就是到轮椅上去 甚至就是坐卧床 那所以他 他这一年之内的 再抵倒力或是再死亡力 是非常高 所以这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 那我们呢 就整合了所有的骨科医师 像甚至精神代谢科医师 控制他骨葱的部分 还有我们后续附近的团队 物理职能 或者是我们之后的一些 我们比如说像我们的营养师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居家环境 都去做评估 应该是说从住院 术前术后 住院期间到门诊 甚至到我们的居家访试等等 或是一连贯的一个服务的计划 杨大副医连续七年 都举办国际研讨会 探讨不同主题 不同层面的医疗议题 也是要吸取国内外专家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经验 亦然新闻记者黄竹汉 尽 putting that in 谢谢观看